你不是有聽到很多所謂 報復性反彈的聲音嗎 為什麼今天的台股會開高走低呢 接下來的3月份的行情依然震盪 你該注意哪些事項 請看今天盤會解盤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2021年3月2號星期二的忍者無敵 我是莫貞圈投顧分析師陳坤仁 各位朋友節目剛開始的時候一樣看這個畫面來 歡迎新朋友加入 也歡迎長期支持我們投資朋友一起欣賞今天盤會解盤節目 我是莫貞圈投顧分析師陳坤仁 在我節目裡面 我不會跟你亂槍打鳥 我不會跟你行情看長說長的 我會很務實客觀的用我的數據 我看到的東西告訴你現在目前的一個行情應該注意哪些事項 我會告訴你機會在哪裡 我會告訴你風險在哪裡 所以你如果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請訂閱按讚分享加開小鈴鐺 我們YouTube頻道 然後LINE和Telegram上面有更多投資資訊分享給大家 也歡迎來做加入 然後0800668085是我們免付費的服務電話 也歡迎來做相關服務業務的洽詢 那另外當然跟粉絲群還沒加入的話趕快加入 裡面有這麼這麼多的好看 我就不要一一念了 因為大家時間有限 我們是來看盤後解盤跟一些重點提醒的 不過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說如果你在我的YouTube的話 你會看到昨天有看到這片影片嗎 來這個是股權分散表這個很好用的工具 那在我2月28號那天的時候 我另外額外上片的這片投資專欄分享給大家 那我覺得有一些很重要的觀念 或者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盤勢應該注意的事項 我都會另外拍一些專欄的部分 那我會分享給大家 所以務必要訂閱我的影片才可以收得到 還有LINE和Telegram上面的話我會通知大家來做收看 所以這個節目剛開始的時候先趕快跟大家說一下 然後另外我突然發現一件事情 我忘記拍了一個影片 我就是在基本面的標股的行程 那教你怎麼樣找到那個同志 3552的同志 這是之前100多塊就分享給大家 現在有300多塊 然後還有天譽 那這些都是標股的形成的很重要的 這些相關的美麥桿 那我會再找時間再拍給大家 再分享給大家 所以趕快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我這個節目剛開始的時候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那行情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從行情台股之外 我要先講一下美股 原因是因為最近的美股真的是太震盪了 那你會看到今天清晨收盤的美股指數 因為我們台股修了 修了兩天 就多修了一天假期 可是如果你看這幾天的美股的話 你會看到依然持續震盪 可是如果你看到一些相關的一些新聞 或者一些行情的持續進行中的時候 你發現了一個現象 那似乎美債殖利率 已經有從1.5 這個一年新高的這個價位 回到了1.4多了 然後所以你看到今天清晨的美股也回穩了 甚至開始大漲了 那甚至呢 比方說像是眾議院1.9兆 這個刺激方案也通過了 那接下來下個禮拜要那個到參議院進行表決 那原本應該這樣子看起來好像還蠻強勢的美股 或者蠻強勢反彈的美股的部分 竟然讓今天的台股 有了一個開高卻走低的這樣一個現象 那為什麼會這樣的現象 我們就繼續推演下去 所以你會看到像這個左下角的這個NASDAQ指數的話 今天雖然清晨收盤大漲了3.01% 可是如果從大方向來說的時候 我覺得這邊還需要再去做整理一下下 那原因是因為它已經跌破了月線了 然後去尋求了所謂的季線的這個支撐的價位 所以目前來說跟台股息息相關的這個科技類股 NASDAQ指數是這樣的一個現象的時候 我們的台股也會有一點點類似這樣的一個現象發生 那當然上禮拜的時候 我們看到一個歷史最大量 還有就是歷史外資最大的賣超的這個幅度 那我之前有跟提醒大家說 其實就不用特別擔心 原因就是因為一次性的 MSCI的季度的調整 它本來就會在尾盤有一個比較大的波動 那個大量其實就是那個大波動所造成的 所以你看到所以像那個那天的話 外資賣超也賣下了歷史的這個900多億這個大量 那可是你如果再看今天來說的時候 那今天外資賣超的幅度就是縮小了 外資今天賣超了67億元 那所以你會發現 那當然不是今天行情應該要回穩了嗎 不是有聽到很多這種什麼報復性反彈的聲音出來了嗎 可是我覺得還是回到一個比較大的方向來跟大家說過的 就是我們之前提醒大家 就是似乎在所謂的紅盤的那天開始 那該漲的個股跟族群都漲過一輪了 比方說你會看到紅盤的時候漲的全值了 那我也跟大家說全值漲完會漲中小了 然後結果中小漲完之後又開始漲了所謂的金融傳產了 那結果沒想到該漲都漲過一輪之後 那我提醒大家很重要的穩盤的重心 穩盤的關鍵在哪裡呢 就在半導體族群嘛 那半導體族群的話其實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你看像今天的台積電似乎有一個開高走低這樣的現象 然後甚至像是聯電這種的 你會發現不是說什麼金融代工產能吃緊嗎 那不是說什麼趨勢應該要是 都有些什麼漲價題材的嗎 那為什麼今天會有這樣的現象 那當然原因還是因為之前跟大家說過的 就是既然大家都漲過一輪了 所以漲過一輪之後呢 它的評價就難免相對偏高一些些 所以我比較務實一點 我比較坦白一點 比較客觀一點跟大家提醒叫做是 那不如讓這個行情 在這邊去做一個適度的整理 因為我不會跟你喊什麼 萬五萬六萬七萬八就要喊上去的 我會告訴你現在這個時間點 評價就已經是 相對的已經不是那麼樣的便宜了 那不如在這個漲多的這個過程中 或者讓這個指數在這個上漲的過程中 適度的拉回去做整理 那拉回整理 我常常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 叫做是拉回整理才會後市更加的健康 那我也跟他提醒過一件事情 叫做是說你在拉回的過程中 你剛好可以看這個所謂的 很重要的支撐的這個支撐的力道 是不是能夠撐得住 那比方說我們之前跟大家說過的 來如果你看 在創高的過程中 那當然是就大家都漲過一輪了 那拉回的過程中 我就想說那如果拉回有 完全沒有測月線 或者完全沒有測所謂的重要均線的時候 那就是強中強 那就是繼續創高就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在拉回的過程中的話 我們可以看一下很重要的均線支撐 比方說像是這個月線 那這一次的話 在上星期五有測到月線了 然後今天的話 似乎有些像是開高走低 然後繼續來測 所謂的月線的這樣一個支撐的地方 那我們可以觀察一下 觀察這個月線支撐的力道 是不是能夠穩固 那是不是能夠在這邊去尋求一個 另外一個支撐 那如果在這個月線這邊 來獲得支撐的時候 那對於後世的行情 我依然是說樂觀看待 因為行情依然是屬於震盪偏多的 這樣的水準 那包含了全球各國持續撒錢 或者像是新台幣匯率 持續在走升的這樣的一個過程 當然今天那個現在已經收盤了 那今天的話 又被我們的央行調控回去 那不過如果你在看這個長期趨勢來說的話 當然是依然持續的走升這樣過程 所以資金行情也沒有問題 那指數頂多是高漲震盪 那叫做是適度整理 對後世更加健康更加樂觀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行情的看法的部分 來分享給大家的 那當然還是在行情這部分的話 還是做一個稍微整理一下 就是做一個歸納的部分 財經最大條待會再講 那行情的部分的話 如果你看我節目 你會發現 怎麼大安哥最近都講 都講這些相關的提醒的部分 那我覺得還是要跟大家說 就是這個時間點 因為指數在這邊 處於震盪的過程中 那這個震盪過程的原因的話 我覺得還是比較屬於選股 不要去選指數 不要去選市場這個部分 那那個個股的部分 我們等一下跟大家說 你看像今天電動車 依然是在這邊做輪動 可是電動車卻又不是 就是全部一起動 那你要配合著叫做是這個時間點 它的個股的位階 或者個股的輪動的這樣一個狀況 你才會找到這個時間點 你可以去做切入相關的個股跟族群 我上禮拜的時候也有把這個 殖利率保護這部分的話 把它加進來了 那我也坦白一點講說 如果真的要動到所謂的殖利率的時候 那就表示說 那這個時間點行情就不會一路往上走上去 不會一路攻上去 原因是因為這個時間點 大家開始去看 所謂的下檔支撐了 下檔保護了 所以這個時間點叫做是 似乎大家開始在轉一些比較屬於震盪 或者比較屬於找一些保護型的 或者是有支撐型的個股了 就不是去找那種大幅 大幅去上漲的那種個股了 可是我這個時間點 我還是要提醒大家 叫做是現行整理完畢的轉向個股 才會是你應該要去做操作的部分 原因是因為如果有一些去漲太多的相關的個股 比方說我們前幾天留言的部分 有人問到像3078的僑微 我依然看好 可是如果就所謂的位階來說的時候 這個位階來說的話 我會請大家可能讓他去做整理一下 然後如果是你可以再往下去逢低 再去做加碼 或者往下去做一些 讓你的成本更加稍微偏低一些些的話 你可以適度再拉回的過程中 讓他去做加碼這樣的動作 那這個是在 等一下再跟大家來做說明的部分 那當然這個時間點還是提醒大家 除了要公告所謂的 就是去年第四季報 也是年報了 然後另外的話 反正要集體做帳了 這個時間點的話 行情就在這邊去做震盪 我會在這邊做震盪 那看好族群依然會是半導體上升下游 可是他們需要整理一下下 不過電動車依然輪長輪動 然後5G WI-6的話依然持續看好 所以這是在行情展望的部分分享給大家 然後可是我覺得接下來的部分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財經最大條了 那財經最大條的話 我今天選的一個新聞的話 不是要跟大家炫耀說 我怎麼大人哥那麼臭P那麼厲害之類的 那我只是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說 其實我從去年的大概11月底吧 我那時候跟大家分享說 那時候中時電子報就已經問我說 那個2021年的趨勢成長的6大產業 可不可以幫我們分享一下 那我那時候就跟大家說 我怎麼樣我都要把所謂的電動車 擺在第一順位第一個地方 那來跟大家做提醒來跟大家分享 那果不其然你就發現說 你看今年的年初就漲特斯拉 然後就開始漲Apple Card 雖然Apple Card的那個長相長什麼樣子 大家還不知道 可是你看鴻海就帶著大家一起去衝 大家一起去上漲 然後你就要有加入MIH的電動車開放平台 這些相關的個股 就開始好像一進去之後就有題材這樣往上拉 或者說到這個時間點 你還會看到不斷不斷的有電動車的聲音出來 那比方說像今天的大同樣供電動車 然後搶進風田的供應鏈裡面去 那這個是今天的電動車的題材 然後另外的話像是維生 他就說打入美國電動車 電動校車的供應鏈 然後毫米波 這個法人預估首年的營收工件的2.8億元的這個部分 然後甚至出貨有逐漸放量 所以到目前為止你會看到 好像電動車這個題材 依然持續在這個市場上面 或者依然在這個目前 好像行情比較偏震盪的過程中 你會發現這些相關題材 依然持續樂觀 依然持續輪漲輪動 那比方說像今天的 那個 切一下 大同 那當然大同我把這個時間把它拿掉 他今天的大同一度有去大漲 要去做漲停的這樣一個動作 那不過尾盤的時候 因為行情震盪開高走低 所以今天的大同有一個收漲 只有漲5.37%的這樣一個現象發生 那大同的部分的話是這樣子 可是如果你看一下大同的話 你就會發現一件事情 其實這個之前大漲哥就跟大家分享過 你如果看到一些創高的個股 然後在拉回首穩的這個過程中 它就會造成了下一波的這樣子一個 攻擊的這樣子一個力道 比方說之前跟大家分享過 有沒有 這是華航 華航的話就是在接近13塊的時候 創高之後拉回 然後拉回首穩之後再去做突破 再去做創高 那你就可以用 它的這個前高的這個位置 就是大概接近13塊這個位置 當作是它的一個技術面 的一個很重要的壓力和支撐互換的地方 如果它可以過 那過的話你就可以看說 這邊的壓力是不是可以把它轉成支撐 然後再攻一波 所以像華航的話也是這樣的看法 我們上禮拜有跟大家分享過 那今天華航的話開高走低 今天因為大盤真的比較沒有那麼樂觀 可是如果你看像這種個股的話 那個創高之後拉回 然後拉回之後再去做挑戰新高的時候 你就可以留意一下說 這個前高的地方 這個價位的附近 那或者比方像是這個有沒有大同 大同的話也是有類似像這樣的 也有這樣的概念 那它在去年的12月的時候 試圖有去創高到接近30塊29塊半附近的這個價位 那你就發現說今天又來挑戰這個價位了 那今天挑戰這個價位 如果能夠挑戰的過去的話 那這個大同的話也有機會從壓力再轉為支撐 那我跟大家說一下大同我還蠻看好的 那原因是因為其實大同它有新的經營階層進來 那新的經營階層進來的時候 它就做一些相關的體質的改善 當然改善不是一天兩天就會做得到的事情 可是如果就一個 就一個所謂的這樣子一個 具有電的這樣子一個技術的 領導的這個地位 或者說百年老電的這個大同來說的話 我覺得後續依然大家可以去做留意 可是這個地方的話 你可能稍微注意一下這個29.5這附近的這個關卡 或者這個地方能不能有壓力去做轉為支撐的這樣一個現象 那當然它今天收了一個這樣子一個 比較麻煩的爆量的長上影線 那這邊的話你可能要小心一下 會不會有之前大同哥跟大家分享過 跟大家教學過的這樣子一個 那個 這邊去做整理或者短線上面高點的這樣一個現象發生 不過如果所謂的技術電動車的這樣的題材 那依然會是這個時間點的輪潮輪動的這個地方 那另外一樣的話 像是223億的維生 那維生的話今天又有這樣的新聞出來之後 它就往上去做 跳空去做 去做漲停 那它是 也是有電動車的這樣的題材的現象發生 所以一些相關的個股跟相關的題材 都會持續的在這個市場上面 類股輪漲 輪動的這樣子一個現象 可是我要另外再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說雖然 好像有所謂的電動車這個題材 依然在這個市場上面 可是呢 你還是要配合一下現在目前這些相關的個股的 股價的位階 或者股價正在進行中的這些技術面 告訴你的一個狀況 那比方說我們之前跟大家 那個直接不蓋牌分享那個羚羊的部分的話 那當然你看這個羚羊它現在就是屬於一個 當然它有IC設計的題材 它有電動車 電動車的這樣的題材 可是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要是這個時間點的羚羊啊 就有點像是正在走另外一個 這上面就是從下面漲上來這段 我們已經做過了 那可是如果 如果 所謂的這個時間點來說的時候啊 它是不是又有點像是在走另外一個 所謂的 那個整個代彈的這樣的一個情況發生呢 那如果是已經在走另外一個整個代彈的時候啊 那你如果這個時間點再去買進羚羊 你就會有一個問題叫做是說 似乎它就沒有那麼樣的一個爆發力 或者是成長的這樣的動力 你就會發現說 這個時間點你買進去之後 好像往上漲漲到28塊 就在那邊晃晃晃晃 就下來了 然後結果到24塊的時候呢 又晃晃晃又上去了 就在這個24282428這附近來去做區間震盪 去做另外一個整個代彈的這樣一個現象發生 所以基於所謂的資金面 或者基於各位的資金的效率的時候啊 那這種個股這種題材我就覺得說 是不是就在這邊讓他去那邊晃晃晃一下之後 現行整理完畢再度轉強的時候 再去做買進的這樣一個動作會比較適合 那或者比方說像是廣語 這個廣語的話這也跟大家說過 那也是也是漲了一大段上來 可是這邊來說的話也回到了他的另外一個 所謂的整個代彈的這個地方 那你就會發現說啊 這個時間點廣語就在那個40塊 然後456塊 40塊然後又456塊在那邊晃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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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這樣一個現象發生 所以這就是之前跟大家說過的 就是你在操作一些個股的時候啊 你還是要回到所謂的這個個股 現在這個時間點它到底在什麼樣的地方 或者在什麼樣的一個位置 那當然我們快速複習一下 那個我之前跟大家講的那個 這個七四超完七四嘛 那七四超完七四它就是一個那個底部 或者一個叫做是整個代彈 然後再來就是順水推舟 然後再來就是三四三四的行情 就會像一個打底 然後順勢上去 然後再去走它的一個 藏多的這樣一個題材的地方 那後續會有一個所謂的 是不過是按鈴門一角跟走回上 弱形一下子跟走回上策 那這個都是要跟大家來做 相關的一些觀念溝通的 就是說如果你真的在操作一檔個股 你是買在所謂的 整個代彈的地方的時候啊 你就會想說啊 它怎麼樣晃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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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晃 就晃得很久很久很久 然後就不會動 或者是說就在那邊去區間 那你的個股的話 你就會相對的會辛苦一些 原因是因為 它就是在那邊去做一個箱形的整理 或者去做一個底部的這樣一個打底 那一直要等到它有所謂的順水推舟 就是有一些法人 或者是有一些那個買盤出錯進場的時候 它才會有一個另外一個走針的 這樣的階段跟過程 所以雖然我們依然看好 所謂的電動車的 這樣一個類股輪漲輪動的題材 可是我還是要提醒大家 這個時間點 你是要看一下這檔個股 所在的位階在哪裡 那如果是這種叫做是 還在還在做 就是已經漲過一段了 那漲過一段之後的 另外一次的整個代彈的時候 那就不如等它整個代彈完畢結束之後 然後再另外再往上去的時候 再去做順水推舟的那一段 這個是在技術面跟一些資金的題材上面 資金效率的上面一個跟大家來做分享的部分 好那接下來部分的話 行情的已經差不多講完了 那我們就講到說現在這個時間點還是要注意大家 該注意的事項就是說 依然是屬於試圖整理的過程 所以我就跟大家說 你這個時間點還是留意一下 三月份你可以留意的相關的房間 記者就說這樣 或者相關的財報公告這些相關的題材 那有殖利率保護的時候 就會相對保守這樣一個情況發生 好那後面的部分的話 我跟大家快速的跟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我常常有跟大家說 我的留言板是就是開放的狀態的 好那如果我真的在節目裡面有講哪些 比較不是那麼樣的清楚 或者比較講的不是那麼樣的 就是大家還是要跟我來做一些相關的討論的話 也都歡迎在我留言板裡面來做討論 好那可是我這邊留言板的部分的話 我前幾天有幾個題目 我覺得要跟大家在這邊 再做相關的觀念的一個溝通跟釐清 比方說像是這邊有問我喬威的部分 因為其實喬威我們之前講的還蠻早的 那喬威的時候 其實我講的時間點差不多就是在 甚至我從去年的9月就已經講過喬威了 然後你就會發現說 喬威這個時間點他又回到了他的一個 那個就是所謂的整個代彈 然後再去做所謂的順水推舟跟三升三四 所以你比較適合的這個買點的地方來說的時候 你應該是買在這裡有沒有 你要嘛就從這邊畫 要嘛就這邊畫一個叫做是整個代彈 有沒有 或者是你可以在這邊畫一個整個代彈 那這兩個整個代彈都可以讓你買在 幾乎是在他的一個發動的時間點 就在這個地方 就大概45塊甚至是50塊 你都可以買在45到50塊這個僑威 可是 我還是要提醒大家一件事 就是說我在分享個股的時候 那個所謂的買賣點的部分 還是要請大家自己去斟酌 那我沒有辦法告訴你 所謂的精準的買賣點在哪裡 所以有投資朋友問我說 那他如果買在相對高點的時候怎麼辦 那你就會發現說 那如果可以照著我們的趨勢操盤 其實買在一個波段的起張點 或者是線型整理完畢去上漲的那個地方的時候 你會相對安全 你會相對的好守 我直接講白了 叫做你比較好守所謂的停損的地方 因為如果買在這邊 45塊到50塊 那如果破這個40塊的這個低點的時候 你停損大概是10%上下 10%多這樣的這個水準 可是你如果真的買在這個所謂的 63塊的地方的時候 當然這邊來說的話 他的這個所謂的基本面 依然是持續成長 原因是因為我看到一些 那個今年把他調高到7塊到8塊的獲利的 依然還是蠻多的 可是有一個問題就是 他終究短線上面漲多了 那漲多之後的話 當然他不可能一直漲上去 那他總是會有些休息 這樣的現象發生 可是休息的話 像今天這一根9% 我就覺得 你如果買在相對高點的時候 你應該會覺得蠻辛苦的 蠻痛苦的 所以為什麼我要 每次要跟大家提醒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要在這個時間點 你要買股票的時候 還是要去找那種所謂的 線型整理完畢 去做轉牆的一些相對的個股 才是你比較適合的部分 這個是在那個留言版的部分 來跟大家來做提醒的部分 那當然也有人問我說那個 這個安國 那安國的話 其實他今天的創高的過程 那我覺得也是一樣的現象 就是如果你可以買在 之前有一些波段的起漲點的時候 才是你比較 比較適合去做買進的地方 那如果在這邊來說的話 已經有一個叫做是 再去做創高了 然後似乎有些上影線形成了 當然他今天因為分盤的關係 所以你會發現說 今天的安國並沒有所謂的出大量的 就是這樣的現象 可是如果看他今天這種線型的時候 也似乎有所謂的短線高點的 這樣一個現象發生 那 短線高點的這一根上影線 你可能稍微留意一下 那我這邊的話 雖然我是留言的地方 我是有回覆說 我是有回覆說 他有一些些 那個確實有一些 像是那個之前跟大家分享過的那個 轉虧 然後為贏 的這樣子一個標股的架式 可是標股的架式的形成的時候 你還是要稍微去配合一下 他的技術面的 那個相關的看法 那你才會去找到相對的一個 比較適合的那個進場點 或者比方說之前 我不是有跟大家說過 那個同志的部分 我記得我在這邊的時候吧 也是一樣跟大家說 有那個上影線 已經出現了 那他已經有漲到他的一個 合理的那個價位了 所以我那邊有提醒大家說 似乎這邊已經有一個 反映他的基本面的利多的地方了 所以雖然他好像有一些 在繼續往上漲的過程中 那你會發現說 他似乎 上漲的那個過程 或者上漲的那個力道 就不如我們之前 跟大家分享過的這一段 這麼漂亮 這麼樣的好轉了 就這樣跟大家分享 這邊有沒有 這一段到這邊為止的話 其實如果你抱得住的話 其實都抱得住 可是如果從這邊開始的話 到這邊你就會發現說 怎麼好像下來之後上去 上去又下來 又回到了這個 那個比較麻煩的這個 爆大量的這個上影線 大量上影線不是爆量 大量的上影線的地方了 所以基於這些相關的看法的話 這邊就分享給大家 那這邊做一個小小結論 就是行情的部分 我覺得叫做是適度整理 才可以讓後世的行情更加健康 更加樂觀 所以今天的節目我才會把重點 放在一些在操作面上面 應該注意的事項跟重點 總比你每天看漲停再漲停 那些股票來的好一些 原因是因為現在這個行情 本來就是需要去做適度的整理 後續的整理之後的話 還有更好的股票 我們這邊會來做掌握 所以這就是今天節目要分享給大家的部分 來節目最後的時候一樣分享這個 然後我是摩爾證券投顧分析師成功人 那喜歡我們節目的話 請訂閱、按讚、分享 加開小鈴鐺 我們YouTube頻道 然後LINE和Telegram上面 有更多投資資訊分享給大家 那一樣是預祝各位投資資訊獲利 掰掰 謝謝大家 謝謝 - 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